大家晚安 我是五姐 我之前努力的把茶杯頭這款遊戲破關了 今天想給沒時間追完全部直播的觀眾 快速了解一下這款遊戲 茶杯頭是在2017年發售的橫向卷軸遊戲 古早的美式卡通畫風非常的吸引人 當初我也是因為畫風可愛買下了它 但當你開始遊戲時才會發現 這是一款超級女人難度爆表的遊戲 茶杯頭故事叙述 茶杯頭與馬克杯頭兩個兄弟呢 在魔鬼經營的賭場欠下了巨大的債務 還不出錢的兩兄弟只能被迫接受魔鬼的命令 要幫魔鬼執行討債的工作 光這個故事開頭就會發現 這遊戲並不如它的畫風看起來那麼可愛 反而相當的黑暗寫實 被迫要去討債的茶杯頭兄弟找了水湖公公求救 水湖公公給了他們魔法藥水 才讓他們兩兄弟有能力可以去對付那些欠債者 原來沒有魔法藥水他們只是個普通的杯子 從此兩兄弟展開了他們的旅程 兩兄弟在一號墨池島上開始找上這些欠債者 像是弱弱的完全是讓玩家練習戰鬥用的蔬菜三人組 他們的攻擊非常的單調 先手可以先來打他們習慣一下遊戲 還有像藍色彈地球跳來跳去的偉大的古筆 不知道是偉大在哪裡 他的攻擊也是相對的單調 只是他在最後一個階段會變成墓碑 高速移動的來攻擊茶杯頭 真的是死不瞑目 茶杯頭還有另一種遊戲模式 像這個會變成各種星座來攻擊茶杯頭的希爾達伯格 在這個關卡能首次體驗駕駛飛機 讓遊戲整個變成橫向射擊遊戲 變臉前後差異很大 而變成迷的康乃欣卡格尼 在網路生活中的你 在現實中的你 一邊跳舞一邊攻擊玩家 利比與呱呱是我覺得 一號墨池島上最難對付的欠債者 他們會變成拉爸吃餃子機 拉爸之後會出現怎樣的攻擊完全是隨機的 當時完全是用碎茶杯來吸取經驗值 島上還有一個陵墓 進去後發現有一個湖在喊救命 使用格檔消除所有鬼魂後 茶壺裡會跑出一個聖杯 他感謝茶杯頭救了他 並教了我們一招新的絕招 處理完一號墨池島上的欠債者後 茶杯頭們準備去找骰子王來前往下一座島 此時水壺公公出現了 並表示他想到方法可以幫助茶杯頭兄弟 就當我以為水壺公公是要拿他的遺產來幫兩兄弟還錢 茶杯頭完的時候 水壺公公表示兩兄弟倆的力量正在變強 說不定之後能迎戰骰子王跟魔鬼也不一定 馬克杯頭則毫不留情面的吐槽說 老天你真的這麼想 水壺公公又說茶杯頭一定要處理完所有欠債者 才能去找魔鬼喔 有講跟沒講一樣啊 進入到二號墨池島後 整個像遊樂園的地方也充滿著欠魔鬼債務的欠債人 可以把自己的頭像麵包超人那樣丟出去的 砰邦邦男爵夫人 一次開三項遊樂設施的小丑貝比 先跟你玩碰碰車 再叫雲霄飛車來撞你 最後呢 再跟他一起玩個旋轉木馬 完全就是神燈精靈翻版的神靈機靈 這一關呢 也是飛機關 我覺得這可能是全遊戲中排前幾難打的一關喔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真的太不會玩彈幕遊戲了 但一樣是彈幕遊戲呢 突嬰卡莉卻相對簡單許多 等到突嬰卡莉全突再打敗他後 就能順便把他煮來吃了 在二號墨池島一樣有一個陵墨 進去後發現那個聖杯又遭遇到襲擊 救了他之後呢 他又教會我們一招新的絕招 為什麼當初他不一次教完呢 二號墨池島上有一個恐怖火龍 這真的非常恐怖喔 在我心目中的排行榜 他絕對是最難打的角色之一 我花了整整兩個小時才終於戰勝他 終於把二號墨池島的欠債者也處理完後 魔鬼與骰子王開始評論起這兩個小杯子 骰子王開始懷疑起他們似乎在預謀什麼 魔鬼表示如果杯子們敢耍花招 就會讓他們好看 剩下最後一個區塊 茶杯偷們繼續的向這邊欠債者討債 明明是蜜蜂卻會變成飛機的豐厚 這個關卡要在蜂窩中找隨機生成的踏板 當立足點跟小朋友下樓梯一樣賭命 飛機關的卡爾博士的機器人 這一關的各種初劍殺 也是我心目中排前幾名男的關卡 光是最一開始的上中下三番攻擊連發 就可以把玩家打得蛙蛙叫 握納握曼的關卡 這讓我想起來最初代的湯姆貓 老鼠躲在貓的身體裡操控著貓 我覺得超級有創意 黑胡子船長完全是靠他的船 他本人一點威脅性也沒有 沙莉舞台劇 一邊演舞台劇還要一邊和我戰鬥 看得出來他很不專心 我覺得這是非常容易對付的一關 然後這邊同樣也有一個鈴木 進去後發現聖杯又又被襲擊了 一樣救出他後會學到新的招式 幽靈特快這關在鐵軌上戰鬥 感覺經歷過前幾個關卡的洗禮後 玩到這邊莫名覺得輕鬆了很多 不知道是自己變強了還是關卡變簡單了 包括卡拉瑪利亞 這一關我看國外評論區都覺得他很難打 但我卻打沒幾次我就無痛通關了 也許我們真的強到可以打贏骰子王跟魔鬼了呢 成功打倒所有欠債者後 我們進到了墓池地獄 迎接我們的是骰子王 他表示我們必須先跟他玩個小遊戲才能見魔鬼 骰子王的關卡極度的困難 我們必須骰骰子點數一到三來前進 中間有九道關卡還有三個休息點 走到終點才能與骰子王對戰 但在終點前一格還有一個回到起點的超壞設定 不小心踩到就要再重新走一次 除了中間九個關卡已經夠難之外 要對戰骰子王本人 要把格擋機練到完全熟練才有機會打贏 手藏擋的我最後靠著不小心發生的BUG 讓骰子王先臉出來讓我打到死才終於通關 不然我可能到現在還打不贏骰子王 最終迎接我們的是最後頭目魔鬼 他會要我們來選擇當他的手下 還是要來反抗他 如果選擇當他的手下 我們就會化身為邪惡杯子 而進入Bay Ending 這也是當初水無公公 要我們好好做選擇的原因 經歷於骰子王的纏鬥之後 和魔鬼的對戰 讓我重新找回這遊戲的樂趣 這才是我要的對戰 魔鬼雖然也不好打 但各方面來說都比骰子王合理多了 把魔鬼打到落花流水的茶杯頭兄弟 撕毀了與魔鬼的契約 並解放了所有欠債的人 大家一同歡呼慶祝 不是啊 你欠人家錢最後的解決方法 就是把債主打殘 讓對方不敢跟你們要錢 總之故事就是這樣進入到尾聲 算是圓滿結束了 而這款遊戲之後還推出了DLC 新增了一位新角色 而這位新角色就是我們在林墓中 救了好幾次的那個聖杯靈魂 那這次就不提DLC的內容了 這款遊戲非常的受歡迎 甚至在網飛上推出了兩季的動畫影集 不知道有多人跟我一樣被可愛畫風吸引 卻踏入被遊戲慘虐的陷阱中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